那就吴钊燮接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吴钊燮就是经常出阁的代表军事首长 代表陆委会 代表海委会发言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本业不管 专门去管那个政线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要共管台独军生 赖清德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共管台独军生 拜登总统 苏利文 布林肯 通通都讲 他们会严格控管 台海局势的升温 但是他们都不支持台独 甚至于他们讲 支撑两岸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 他说这个是建构台海和平的必要 支柱 然而 好 然而 当金门214事件发生以后 在赖清德上台前夕 就我所知 共管台独军生 现在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的默契 虽然口头上面没有表达什么 但是至少不支持台独 中国大陆讲的是反对台独 美国讲的是不支持台独 经过了苏利文 经过布林肯 然后再经过拜登的确认 那现在如何共管台独军生 当然要看赖清德上台以后的作为 但是一个政权上台的作为 我们必须要看他选择的对象那是谁 现在台湾针对中国大陆的人事阵容 已经出来了 军事首长叫做 军事首长叫做顾立雄 我们再来看看 外事首长叫做徐师姐 徐师姐 再来看看 就是一个 陆委会主委 邱国正 邱国正 安全局长蔡明燕 还有一个 这一次基本二144线闯祸的叫做 管闭林刘润 安全会议的秘书长是吴钊燮 这一些阵容排了出来 我先讲顾立雄好了 顾立雄很大胆的感激 所谓的军事首长 但是他的政治研判会不会有问题 他懂不懂得军事上的交战手折 这个是考验顾立雄的智慧 第二个再加上 最近军中发生一堆事情 这一堆事情就告诉 边线比不足 连军官都要占安全事关 这个就是边线不足的后遗症 而导致了一个中卫军官的死亡 这个是顾立雄他要面对的 再加上顾立雄一向 对中国大陆算是鹰派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岸会不会发生冲撞 他如何应对就考验 你要赖清德的智慧 那其次我们讲到徐师姐 徐师姐可以这么说 过去澳洲发生了一个间谍案 第一个出来指控韩国瑜的 然后他又到澳洲去看这个假间谍的 然后制造舆论去攻击韩国瑜的 这个人就是徐师姐 好我们再来看邱锤正 邱锤正他说他跟中国大陆非常熟 如何如何 但是我美国的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这一些人去中国大陆 见的都是学者 你不能把学者的意见 当做政府的意见 他们说他们很了解中国大陆 但是你接触的都是学者 那美国官员接触的 都是对等层级的官员 他们理解政策的运作 但是学者未必 所以很多人说他了解 他去中国大陆多少次 我说那你到底见到谁 他说见到谁谁谁谁 那请问学者的话能够算数吗 还是官员的话算数 这个我就不做评论 邱锤正他也是一个硬派 那蔡明燕那就不用讲了 你管毕林他的留任 各位看看 他的留任就是代表 新政府对于管毕林处理 金门二一事事件是肯定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吴钊燮 那就吴钊燮 接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吴钊燮就是经常出格的代表 军事首长 代表陆委会 代表海委会发言的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本业不管 专门去管那个这些 然后讲到乌克兰跟台湾的关系 然后再讲到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威胁等等这些 那我们看这个人事阵容 几乎都是鹰派的组合 几乎都是鹰派的组合 那各位可以看看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难道不应该去共管 这个台独精神吗 就是说我们看他的作为 就看他的用人 那这些用人基本上 都有很强烈的抗中情绪 那请问未来两岸的关系 掌握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上 那只能够天佑中华民族了